大家好,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DLC本来是游戏领域的一个名词 但是现在也常常用来形容把一款玩具分开卖的现象 这期韬光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盘点 在万代SHF龙珠系列中 拥有DLC的玩具总共有多少款 以及极其它们的预算又需要多少钱 让我们从少到多开始吧 首先第一款是克林1.0 它拥有的DLC数目是一款 来自SHF人造人18号 附带的配件有头雕和手心 极其它们的预算大概是1600元人民币 第二款是善步欧 拥有的DLC数量也是一款 来自SHF恶步欧 附带的配件是一个头雕 极其它们的预算大概是1580元人民币 下一款是超蓝悟空 拥有DLC也是一款 来自SHF吉莲 附带的配件是败手型的钱发 极其它们的预算大概只要630元人民币 接下来的一款是贝吉塔24000战斗力 拥有的DLC数量目前是一款 来自SHF秋仪 附带的配件有面雕和手型 极其它们的预算大概需要790元人民币 下一个是吉纽队长 拥有DLC的数量是一款 来自SHF力库姆 附带的配件是一个吉纽队长变傻的头雕 极其它们的预算高达1670元人民币 主要是力库姆比较贵 下一个是人造人20号 它用的DLC数量也是一款来自亚木查 地球人中屈指可数的强者 附带配件是手型 极其这两款的预算 目前是650元人民币左右 接下来的一个是超赛悟空 传说中的超级赛尔人 它拥有的DLC数量目前也是一款 来自还未出货的福利萨全功率 附带的配件是埃奏的面雕 因为全功率大王目前还未出货 所以按照预定价格差不多 极其这两款目前需要990元人民币 下一个同样拥有一款DLC的 是超赛贝基塔 觉醒超赛之学 它DLC来自人造人19号附带 附带的配件是一个面雕 极其它们的预算目前是590元人民币上下 接下来是超赛悟空全功率 它拥有的DLC数量是两款 第一个来自于人造人20号 它附带的配件是一个面雕 第二个是来自于超赛悟空特效件套装 附带的配件有头雕面雕 带特效件的手型 极其这三款的预算差不多是670元人民币上下 下一个出现的是孙悟空GT 才拥有的DLC数量目前是三款 第一个来自特兰克斯GT 附带的配件是尾巴 第二个来自超赛人造人17号 附带的配件是头雕和背景版 第三个来自于小方GT 附带的配件是一个面雕 极其它们的预算 目前按照预定价格大概差不多是1520元人民币 下一个上榜的是地球空 也就是我们说的SHF黑发悟空 它用的DLC数量是四款 第一个来自集思 附带的配件是替换的头雕 第二个来自悟空八分宝 附带的配件是面雕和手型 第三套来自悟空特要件套装 附带的配件是头雕和面雕 最后一个来自海外发售的医疗倉 附带的配件有头雕和表情 集齐它们所有的预算 大概是要1940元人民币了 本次榜单上最后一个就是 究极物贩Superhero 它拥有的DLC数量是六款 第一个来自GAMMA1号 附带的配件是超赛的头雕和两种面雕 第二套来自GAMMA2号 附带的配件有头雕面雕以及斗篷 第三套来自小芳Superhero 附带的配件是头雕和面雕 第四个来自布罗利Superhero 附带的配件是一颗头雕 第五个来自野兽物贩 附带的配件是面雕一个 第六个套来自橙色比克 附带的配件是手型 集齐这七款的预算 目前差不多是2920元人民币上下 究极物贩Superhero 也是目前SHF龙珠系列 拥有DLC最多的一款了 怎么样 上面提到的这些 你共鸣了多少款呢 你对DLC这样的售卖方式的看法是如何呢 欢迎留言交流 喜欢SHF龙珠 有趣的内容也别忘了订阅掏光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